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这对法师跟辅助 喜欢跟打野 然后满六级蹲死AD 你和老猫的套路 已经被研究得差不多了 下一次换一些新的打法 好 好的 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次的快递事件呢 俱乐部下了一个通知 周日跟弘剑的比赛 为了安全起见 童谣暂时停赛 陆岳守发 童谣 你同意了 我觉得没问题 正好让陆岳练练心事神 没准以后比赛用得上 而且俱乐部 这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这风口浪尖的 咱没必要为了止一口气 拿自己的安全不当回事 而且我和瑞哥也商量过了 这件事就暂时不公布了吧 以免有些人有样学样 到时候倒霉的 就不止我一个了 而且我也不想让粉丝担心 到时候难免又是一大波节奏 行吗 到时候 我去吧 走 ок 我去吧 你去吧 我去走 姑娘 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 我们也是没有脸 对你家里人交代 放心吧 我没事 哪儿去了 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吧 我没事 就是休息一把比赛 又不是竞赛 不打了就不打了 也没什么好委屈的 虽然做职业选手 唯一的工作就是打比赛 但是粉丝这种东西 就是不可消除的附属品 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东西太可恨了 他们为什么不消失算了 但是有时候 如果是低谷期 也恰巧是粉丝 在其实我们并不一定能看见 他们的地方支持我们 这个世界又不是真的非黑即败 比如 那天在做MVP采访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粉丝支持我 我才有勇气 说出后面的那些话来 我现在也不后悔 算了算了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 算了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 春哥下午摔东西那下 到底在摔谁的气啊 自己领悟 我白问 春哥下午摔 春哥下午摔 怎么你就心太崩了 不想看见明天早上的报纸头条式 职业选手驾驶豪车飞越海平面 怒沉海底喂鱼 你还能不能回来了 你还能回来了 你还能回来了 你最快后来 你再跳就这么着吧 你不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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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听我的 你乖吗 你不听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